请不吝点 程耀先生这么热心 不知道的 还以为在追李戏 谢谢 你没事吧 萧总 程耀是弟弟 别乱开玩笑 是弟弟啊 是我误会了 抱歉啊 又不是亲弟弟 现在可流行姐弟店了 毛哥 是你说得对 怎么样 我知道因为网络视频的事 您一直看笑一阵不爽 那现在是我们的假包 才会收敌一段 老肖 平时看你命成为我 没想到 你有这么幼稚的一面 来 希姐 听说你前几天生病了 没事了吧 没事了 药吃了吗 什么药 好 啊 啊 芸汐不是生病了吗 我给她买了药 叫做沈送 所以那些药都是她送的 包括疾病膏 哇 肖总 你真的是太暖了 有你这样假放啊 真的好幸福 原来是肖总送的呀 肖总人真好 我们当时工作群里还在讨论 是不是希姐的哪个爱慕者送呢 我 我 哎 肖总 我有个问题 就是我那个记者朋友 就是问过您感情生活的那个 他又脱过提发了 是这样 我们希望呢 大家把注意力多放在我们羽翼的产品上 而不是肖总的感情生活上 没事 抱歉啊 没事 没事 但说无妨 谢谢肖总 肖总 我跟了你那么多年 没听你提起过啊 快说 快说 其实吧 我当年去国外就是因为 他 其实是因为他觉得我不够优秀 所以离开了我 大叔 不 肖总 原来你是被耍的那个呀 他如果知道肖总现在那么优秀 他肯定会后悔死的 那 肖总 您还喜欢您的前女友吗 这个 肖总 千万别吃灰头草啊 灰头草怎么了 没准你们当年分手的时候 连有隐情 是吗 当然了呀 你赶紧去追回来吧 没准得等你呢 你是说 他还在等我 说不定啊 肖总 你有没有打听过 他现在是不是单身啊 据我所知 是的 你看 你看 分手八年了还单身 这不等你等谁呢 赶紧回去去吃吃回头草呀 肖总 虽然他当年甩了你 我很不爽 但如果你真的要追 我一定挺你的 程耀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说我怎么才能把他追回来 你看啊 写信 送花 逛街 看电影 程耀 闭嘴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 这不是肖总想要追求爱情吗 我不得帮他出出主意啊 肖总的个人感情生活 我们做外人的 不要瞎掺和 怎么能算是外人 以后我们还要深度合作啊 那算吧 见好就说 去拿点东西 我也去 你 还好吗 女人啊 都喜欢浪漫 故地重游比较好 都八年了 肯定有新鲜感 你故地重游有什么用呀 好陡哦 快点 快点 好啊 我来开吧 正好顺路 要不要一起 不用了 我送他 行 上车吧 我去 今天晚上要不要去滑板啊 我给六六他们打电话 我还是觉得 倒立比较解压 你也喜欢倒立 也 对啊 年希特别喜欢倒立 可是我觉得倒立 会让脑部充血 我觉得不太好 你以后也别倒立了 多老牌啊 年希 你觉得呢 还行吧 还行吧 程耀 也不怪你觉得老牌 我叫我前女友 倒立解压的时候 就是十年前了 十年前 你是不是在中考啊 萧总 你怎么这么喜欢 替你的前女友啊 有吗 怎么没有 他今天都Q了两次了 程耀 觉得你刚才说的 有一点特别对 我是应该努力争取一下 说不定 我们就可以破镜重远了呢 你明白就好了 你觉得那里心 我没有听 把你钥匙 萧总 这一步说话 我知道我没有资格 我去管你的言论自由呢 那也希望你说的话 不要引起大家的误会 行吗 抱歉 如果我之前的拒绝 让你感到受伤了 我给你道歉 但是我希望 我知道 以后我私底下追你 不让别人知道 还有事吗 你觉不觉得这个萧总 有点奇怪啊 什么 她一直在跟我们提待的前女友 她是不是想通过我们的嘴 把这些话传到前女友的耳朵当中 然后啪啪打脸啊 春阳 我 我就是萧一成的前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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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但是 你进去 你再想通过